投资股票不知道如何分析 该用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跟着宏光证券张家轩分析师 掌握第一线理财资讯 买在低点卖在高点 创造更多获利 欢迎收听投资好给力 投资好给力由宏光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家轩提供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0号 本节目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毛 欢迎收听本集投资好给力节目 本节目由宏光头顾拥有超过20年实战经验的资深分析大师 股市宣昂投资真的非常有够给他给力的张家轩老师 来为你分析每日大盘市场趋势 以及找出能够让你一赚再赚的厉害股票 每日听深得宁心 节目后记得锁定飞碟联播网 老师今天节目后提供了非常优惠的会员专案 来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分享 敬请期待 老师晚安 白毛 晚安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是 老师今天整个盘是跌了 开低慢慢拉回 但最近似乎一周的大盘都是在这附近徘徊 对没有错 我讲过 这个礼拜只有三个交易日 势必会呈现一个量缩 投资朋友我先跟大家讲 涨时有量跌时量缩 这个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格局 因为本来端午节前大家都会比较观望 所以这个量缩是合理的 量缩配合拉回 其实我认为是不用太过担心 当然讲是这样讲 可是投资朋友还是会有一些恐惧或者说紧张 对啊 投资朋友我先给大家一个安定计好了 我这样讲好了 你看喔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放大概四天的长假 没错 好你回想去回想过去 在前面有这么长的一个长假 是不是在过年的时候 对 大概就是那个今年今年要放农历年的时候 没错 那时候指数在14,900 好那你想想看农历年回过头来 是不是直接冲到15,800 直接涨了900点 所以投资朋友这个放长假有这么恐惧吗 投资朋友你看喔 如果我们回推回去到农历年前 大家说节钱卖一卖啊要有什么风险啊 然后什么的 然后等农历年回过头来再说 不好意思喔 放假前一天农历年前14,900 你放假回来 新春开红盘的第一天15,200 你的成本是不是增加了300点 是 我就指数而言 对 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 过去一个多月 大概只有连韩昨天啦 昨天跟前天都跌嘛 跌幅真的不大啦 大概只有六个交易日是跌的 其他20个交易日都是涨的 好那我问各位 是不是多头的趋势 是 是嘛 那是多头的趋势 那你怎么不趁着这个大盘压毁的时候 去做一个好股的布局呢 所以这是一开始要跟大家呼吁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盘式的一个结构 好 今天下杀是不是把大家一开始啦 10点之前是大家下了半死 对啊 这个还跌破了的这个最低 很多点 对对对对 杀到17121 对啊 这个大家我应该这样讲啦 我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洗盘啦 因为刚好就是有人会趁这个节钱 因为我应该这样讲这是控盘者 控盘者当然有很多啦 有像譬如说可能是政府是这个投信法人或者是中石户大户等等 其实今天大盘虽然跌我认为大致上他只是在做个股的调整整个多头的趋势他并没有改变怎么讲呢我从几个状况来跟大家剖析第一个政策股其实在最近的盘面他还是很活弱像譬如说昨天涨军工啊或者是航太这些股票哎今天又涨到什么太阳能了那太阳能本来就是国内政策嘛所以很清楚的 第一个我看到的政府有在里面那毕竟选举要到了嘛还有半年多嘛 那既然政府有在里面我认为这个行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跌幅然后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先跌的先止跌也就是说哎台积电是不是前一阵子接近600块那最近杀到了这个580左右是其实今天台积电没有跌哎对好那那跌什么跌涨高的AI概念股好我我我我举例台积电今天大概已经算是初步扮演了一个值 让盘式不要继续下大下杀的一个工程可是他调整的是什么涨高的个股好我我必须跟大家讲哦 佳萱老师跟大家讲有三大主收好这个最近一个礼拜跟大家讲AI车用政策 那政策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AI的部分你要搞清楚谁在高档谁在低档好你今天去看哦N比股是不是都拉回了哎对像譬如说伪创啊广达啊宏基这些都拉回了嘛嗯好我问各位这些股票大部分都是20倍30倍的股票以今年的获利啦嗯哼大概都二三十倍是他已经反映到了明年的业绩了是 那你明年交得出这个成绩单吗打问号是那所以人家也会看嘛像比如说法人也会看哎我这时候再去追这个有赚头吗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举例哦三二三一的伪创今天就变成了呃应该是这样讲啊伪创这几天有拉回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投信连迈两天嗯哼那投信是这样子啦因为呃教训老师其实是之前也在券商还有这个投信投信 投信法人不待过哦嗯哼投信是这样子啦他是一个恐怖平衡什么叫恐怖平衡你不动我不动你动我就动嗯那意思是说哎有人砍了哦那伪创有人砍了后面会不会有人有连锁反应会跟着砍是就说我不要让你绩效那么好你既然你跑了我也跟着跑嗯哼那所以就变成说你现在要考虑到虽然佳萱老师认为AI是一个长线的主軸但是你要分得清楚 哪些是在高档的AI哪些是在低档的AI那现阶段你要去布局在低档的AI我就举例台积电啦台积电今年大概就是要赚三十二到三十三块那以一个世界级的公司它涨到五百八其实本一比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它没有到二十倍嗯哼没有到二十倍是那这一些这一些NB股它何德何能已经涨了 这么凶了涨了二三本一比到二三十倍了是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过头所以至今它会轮转那轮转会轮到谁投入那就是讲到重点哦我们上个礼拜哦有送给大家的万期之上怎么选股的一个法则那佳萱老师也是从整个低本一比然后会轮到的AI的一个产业好我们讲AI有几部局嘛对不对 从NB对IP散热散热我们做了什么见准还有万债嘛是然后再来到这个先呃先进封装也就是call wars然后再来到先进制程是最后轮到了什么电源供应器好我们再回推过来NB涨高了嘛嗯那那我怎么可能在这边带我会员去做NB的股票是对不对是不是现在跳进去会有短套的风险没错对好那我们是不是有送给大家这个呃 呃上个礼拜万期之上的一个选股的方向里面包含了AI跟车用好因为我说了现在三大主轴是在AI车用跟政策股好里面有一档AI他是做电源供应器为什么我会选他哦就是因为2301的光宝壳还有这个2308的这个台大电嗯大涨了嘛是那因为他会用到高瓦数的电源供应器所以AI的概念股会轮到电源供应器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聪明的选股你不要人云亦云然后去追在短线的高点有一些AI长高你要布局低档的AI啊那所以我说光宝科啊台达电这些有做电源供应器大涨哎还在低档的是谁好你现阶段上个礼拜有拿到我这份资料的你把它拿出来看里面就有一档在低档的电源供应器6203的海运电 今天来到了105块我送给大家的时候大概是90几块好9293那现在已经105了是那投资朋友这是不是十几块的价差是刚刚热腾腾上个礼拜送给大家的资料那这个就是选股的逻辑跟智慧嘛大家都不愿意追在高档那股票市场会轮动你选择在低档没有风险刚刚冒出头的你自然而然你看哦我说我的股票大涨 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盘是大涨你的股票也涨没什么了不起今天大盘是跌的是我们的股票还逆势往上涨你说佳萱老师的选股是不是很厉害没错我还帮你避开了高档的NB股回档所以接下来我说真的啦大家要紧跟上佳萱老师的一个脚步除此之外哦你说有一档那就算了你看哦我们最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车用 而且我还直接了当的跟你讲说Tesla供应链Tesla供应链我们最近有讲的两档一档是不是我直接就在节目讲3665的帽连因为它是最扎实的Tesla供应链因为七八年前他就已经打入了Tesla 那因为他获利很稳定那所以你看如果说你肯在低档去做布局人家今天股价也创新高今天大盘是跌的你看我们选的股票又 又创新高了那我说你选股票跟大盘有什么关系当然也有关系啦我的意思说如果说大盘能涨那当然更好可是你看哦大盘跌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选到逆市的股票那大盘涨的时候我们股票会不会更飙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看好再来这是第二档我直接直接跟大家谈的还有一档也是在我们上个礼拜送给大家的万期之上的选股方向 里面是不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电源供应器AI的概念嘛就是6203的这个海运电今天已经大涨创新高了 还有一档白猫我们昨天有讲了跨入Tesla的这个充电桩的一档车用 是隐藏的Tesla从那个车店股对是非常恭喜昨天有来拿这一档股票因为坦白说这一档股票我们送了两次啊一次是上礼拜就是隐含在我们这个万期之上的一个选股方向里面三档的其中一档是然后我昨天昨天再送一次而且只有一档是就是6290的梁维梁维今天大涨了五个百分点 从不到六字头五十九今天来到六十三了是这个这个如果说你敢在六字头以下布局买在五十九今天六十三你自己去算差不多应该也有七八趴了是 这个价差大概也有接近四块那四块你十张就四万块了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了是所以你看哦今天大盘是不是往下跌 我说没有关系啦选股才是重点啦是你看从我们跟大家讲的海运店还有直接公开跟你讲的3665的帽连 还有昨天直接送给你的这个股票6290的梁维做充电桩的今天都大涨 那是不是证明了我们选股的方向是对的我再跟大家讲一次AI 第二个车用好那AI很简单嘛你要选什么第一档的AI是你看哦我再讲一次哦 他有他的一个轮掌的趋势跟方向已经涨过你不要去碰他了 因为那他有可能要修正NB第一波嘛要不要碰不要碰涨太高了IP要不要碰 诶我请问各位创意已经15001600了你还要碰吗 不用好再来散热散热我的确有带我会员操作见准赚了25% 是万在后面27涨到50也涨了这个八成是 那当然这个都过去了你错过就错过了是可是接下来有没有 我就跟大家讲你看哦NBIP散热然后到coors然后再到什么电源供应器那摆在你眼前的不就是6203的海运电从92 93涨到今天的高点105块吗是这个不就是扎扎实实的获利吗所以我说特别我你不用急佳萱老师这个精选豪股 有一些口袋名单我都准备好了但是问题是说特别你要去想一想你现阶段为什么大盘已经涨了快2000点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一波我必须这样讲赚了指数赔了差价 我就举我曾经之前不是我的会员后来参加我会员的实力跟大家讲第一个他之前有宏达店 那宏达店他大概就是买在60块左右 那我跟大家讲说宏达店真的是没有赚钱的公司 那我请他就是说他在成本附近可能大概就是六六十几六十一二可能大概小赚一点点把他卖掉然后转到什么我们之前的散热 那他先跟我赚了见准25%后面万载也大涨 这个就是你有选到盘面的主流跟有没有选到盘面的主流的差异 所以第一个我奉劝大家第一个你要留在场内 留在场内你至少你有赢的机会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选股的问题 那选股的问题我知道一直困扰的投资朋友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端午节前夕我们推出这个五五庆端午的这个优惠专业 那当然有多优惠等一下节目尾声的时候 你务必要锁定我们的电话跟lite打进来 或者说加入我们lite进来询问 因为这个是难得的一个优惠 因为我知道长得那么高 投资人都有选股的一个障碍 但是我说这边不用紧张交给专业的佳萱老师 如何帮你的资金把它优化 然后如何配置你的资产 然后提高你这个资金的一个效率 我刚才讲过你如果最近买宏达电 他是没有赚钱的公司 那你是不是失去了机会成本 特别你要懂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你有买到AI的 随随便便都可以赚 可是你买宏达电 你不慢 像我之前那个会员他买60 现在剩58 那你是不是变成说这段时间你没有去买主流 你没有赚 然后宏达电继续流 赔钱 我再举例 这个航运股可能是大家的最痛 从两年前的高点 那最近当然长荣他大概就在150到170区间震荡 很多人会问说到底长荣要不要除息 我跟大家讲 他的息那么大 我认为很难填息 而且你要去考虑到 塞港不会年年塞港 那个真的是因为COVID-19 塞港让他的报价往上 那你看长荣如果说你运气不好买在170 那现在160几 你是不是赔钱 那如果说你转换到像 比如说散热的股票 或者是我们车店的股票 或者是我们的海运店 我们的两围 那个一来一回 那个差别就很大了 那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什么 你买这张股票要出息 你要考虑到的是什么 能不能填息 有填息才是好股票 要不然你为了那个息 你赔了价差没有用 对不对 那你看我再举例 我们前一阵子也有做到AI的相关 就是游戏股 因为深层式AI 可以应用到游戏软体程式的一个东西 所以游戏股也是AI的一个延伸跟应用 我们当时候做了一档股票 就5478的直观 那当时候除息前买到92 后来填息的 那92我出息7块 成本变85 后来我卖在100亿 赚了快三成 所以同学们 这个才是你要的嘛 是 你懂我意思吗 我再强调一次 机会成本 这边行情很大没有错 也有机会 但是选对股票跟选错股票 那个天差地别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AI 车用 政策股 绝对是接下来你要选择的商丹方向 但是我说了 你现在不要去选 那个已经在高档的AI 那种AI跟我接下来要布局 代我会员布局的AI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好不好 接近节目的尾声 五五的这个端午 庆端午的优惠专案 好好的一个把握 跟上我们脚步 准备在端午节后大赚一波 那最后时间交给白毛 是我们谢谢佳萱老师 今天对于整个市场盘式 以及个股精辟的分析讲解 老师刚刚有提到 今天节目中老师说要提供 非常棒的加入会员的优惠 记得等一下听完节目之后 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 打电话进来或加老师的line 来索取哦 如果对于投资有疑问想学 投资想为自己人生 尽快赚到财富自由 对市场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很想了解的听众朋友们 记得要来收听我们 投资好给力 我是白毛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